各位傳媒早晨 大家都知道了 我在今早開完行政會議之後 在下午就會坐高鐵去廣州 和廣東省委書記李希和省長馬興瑞 舉行一個工作會議 主要都是談粵港澳大灣區的合作事宜 事實上過去這一年多 粵港雙方就住粵港澳大灣區的合作 都是會面很頻繁的 對上一次就是李希書記 親自在去年的11月20日來到香港 所以今天下午的工作會議 主要都是跟進在上一次 我和李希書記我們討論的事宜 亦都為下一次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 全體會議的第二次會議做一些準備 大家記得第一次會議是在去年8月15號開的 由韓政府副總理擔任組長 我本人和澳門的行政長官 都是這個領導小組的成員 相信在2019年都會開 肯定會開第二次的全體小組會議 所以我們都要做好準備 看看有甚麼事項 需要領導小組作一個中央的統籌和一個督導 讓我們推展越港澳大灣區的工作更加順利 第三就是越港澳大灣區近年都得到很多人的關注 無論是海外或內地 所以今天下午可能都會和兩位廣東的領導 研究一下在2019年 我們會否有聯合的就著越港澳大灣區對外的推廣工作 在去年6月份我們首次以越港澳大灣區的名義 在法國的巴黎舉行了一個論壇 當時我本人和廣東省的副省長 和澳門的一位高層的官員 都是共同出席來推廣越港澳大灣區的建設 相信這一種的工作是會持續地進行 所以今天也會和兩位領導講講 2019年的推廣的計劃 大家可能都有興趣地知道 這個越港澳大灣區發展的規劃綱要 幾時能夠公佈 現在看來都是會快的了 我們都是爭取在一兩個月內 是可以得到中央的批准和同意 就是公佈這個越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 希望到時各界對於在規劃綱要 裡面提高揭令的發展方向 都有一個具體的回應 有利於我們往後三地的政府 共同去推動這個越港澳大灣區 看看大家什麼提問 第一 無論是上星期二我站在這裏回應大家的 關於這個縱緩政策 怎樣去定義長者縱緩年齡的提問 或者是上星期四 在立法會的大文大會裡面的回應 都是提供一些資料性的 因為我想在這裏重申 這個政策的緣起在哪裏 我都得到勞福局再次的確認和澄清 這個政策是緣起在2017年1月施政報告 當時按著上屆政府有關人口政策的 廣泛的諮詢和討論之後 提出了一系列可以加強有關長者的退休 以及在香港離定由於長壽 以及要延長人的工作壽命的一系列措施 當時一男子的措施 其實包括社會上很受歡迎的 取消了俗稱的衰仔子 即是長者可以獨立申請這個縱緩 亦都包括放寬了長者生活津貼的資產上限 推出了一個加強版高額的長者生活津貼 亦都推出了一個廣東計劃 我了解今天這個所謂將長者縱緩的年齡定義 由60歲去提升到65歲 亦都是那男子措施裏面的一個措施 可能是最後一個措施 相信都是由於技術上有些配套 更改電腦系統 或者都考慮到需要一些時間來在社會討論 所以就放到最後一個才落實執行的措施 就是在2018、2019年的財政預算案裏面 就表明將會在2018、2019年推出 今日已經去到2018、2019的最後一季了 所以社會福利署 亦都是在上個星期一公佈了 將會在2月1日來推出 所以整件事我希望再講清楚 是一個政策延續的推行 但我必須在這裏重申 本屆特區政府對於長者是非常之重視 亦都是非常之關懷的 我們在現在2018、2019年 用在長者的福利服務 社會保障金和醫療服務 高達860億元 佔了整體政府開支超過20% 相對在5、6年前 是翻了一番 增加了一倍 當時大概是400多億元 所以這種幅度的增長 是展示特區政府對於香港長者 在多方面的需求關懷 無論是現金援助或福利服務 現在這個措施我必須重申 它不是為了折省開支 它是純粹因為在人口政策裡 認為隨著人的壽命延長 和香港的勞動力不足 應該更加鼓勵 無論是中高齡的人士 或者是婦女 去提升他們的就業比例 所以就作出了這個建議 亦都是定了在今年2月推行 但是這個措施不是一個單一的措施 它是需要有配套 這些配套工作亦都在進行著 有些亦都生效了 譬如在去年大概是第三季 勞工處亦都改善了 它一個的就業計劃 現在叫做中高齡的就業計劃 就是為這些中高齡的人士 提供一個給聘用區的僱主的培訓津貼 每個月4,000元 可以拿6個月至12個月 自從推出了短短幾個月 勞工處的數字顯示 60至64歲成功申請就業培訓津貼的個案 是大幅上升的 當然基數仍然低 但是升幅是大 換句話說 這種中高齡的就業計劃 對於鼓勵也好 或者促成僱主去聘用高中齡人士是有效的 我都要求勞工及福利局 因為兩個部門都在它下面 一個是社會福利署 一個是勞工處 應該更加緊密去大家合作 為中高齡人士提供更加多的就業支援 有份幫我們提供就業支援 亦包括很多非政府機構 因為社會福利署 都是委派或者外判 這些就業支援計劃 給一些非政府機構 但過去這十幾年 其實因失業領取縱援的數字 大幅下降 所以本來也有計劃要整合一下這些服務隊 但現在為了要服務這些六十到六十四歲的申請人 這些服務隊也會繼續延續服務他們 就不需要被整合 你都明白了 一被整合 可能服務會有所削減 也會影響到一些機構人手的情況 所以從現在開始一直勞工及福利局會聯同他們兩個部門 繼續在這方面做工作 至於你是第一條題目問到我的發言 我只是一個比較直言的官員 這個都不是始於今天 我都是有問必答 無論對傳媒 對於立法會議員 都希望做到是有問必答 當日的問法就是要我收回這個建議 我只是坦白很直接地說 這個現在不是一個建議的性質 這個已經是獲批准的措施 是要執行 只此而言 如果這種說法令到有立法會議員感到不滿 我只能夠記住 以後我的說話會更加有技巧 令到他們不要覺得好像擺上台 但事實上我只是直言說了事實的情況 因為作為立法會議員好 作為官員好 大家都知道做一些事的根據在哪裏 不是一個人的長官意志 他是有根有據 這樣來經過批准 然後由一個部門落實執行 但落實執行的準備和過程 是可以有改善的空間的 所以現在勞福局正正是 再聽一下立法會議員的意見 看看我們還有些什麼改善的空間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与点点栏目 On the first two cases, I have already explained that on the two occasions that I spoke on the subject of the age definition of elderly CSSA recipients, I was merely responding to questions in factual and in my sort of strict talk style. So in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when one member urged me to withdraw the proposal, my response was to explain to her that it was no longer a proposal, it was something that has been approved in a contest of the 2018-19 estimates. If individual members felt uncomfortable with that sort of strict talk, then I will be more diplomatic in future. But I still need to talk about the facts because nobody could change the facts. On this sort of linkage between the CSSA age limit with the next budget, if I heard you correct, they were talking about the next budget, that is the 2019-20 budget of the Financial Secretary. If you ask me, of course, I said it is totally unreasonable because members of a Legislative Council have yet to see the content of the next budget. I also have not seen the content of the next budget. So to suggest that because of unhappiness over one policy issue or maybe other policy issues in time to come, that they should now in advance set that they are not going to approve the next budget, I don't think this is a very responsible way of dealing with Legislative Council business. At the end of the day, the community will be hurt if there isn't a budget to support the various activities and services of the government departments.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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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 you.